离铁两连败拒绝请辞 前英超名帅现身观战国足 疑似两名中国男子陪同观赛 大家好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足 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能够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胖周的这条视频点点赞 咱们先点赞再观看 言归正传聊一聊国足 在今天凌晨又是输球了 球队0比1输给了日本 遭遇了两连败 那么在两连败之后 也是直接将国足推向了悬崖边 让国足可以说 我们想要在这个小组赛中 能够突围的可能性再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六支球队只有小组前两名 才能够拿到一张卡塔尔世界杯的门票 目前来看我们小组排名垫底 而且两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成为了小组内六支球队里边 唯一一支两场比赛全输 而且一个进球都没有打进的球队 对吧 更让大家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 我们在坐拥这么多规划球员的同时 我们竟然两场比赛 没有一次能够击中对手的球门范围之内 那个球门这么大 你说你连一脚正二八经的上门都没有 那么国足确实 我们的表现就颇受质疑了 那么更加令人质疑的那就是李铁 而如今呢 李铁在两连败之后 也是拒绝主动请辞 两连败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看到他也是表示 中国队的主教练 就是应该由中国的教练来当 这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他也表示中国足球的事 就应该由中国教练来办 那么只有中国教练 才能够把中国队给带上好的成绩 很显然李铁也是拒绝主动请辞 他自信有能力 把中国队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能够带回正轨 那么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 其实短时间之内 想要让李铁下课是不可能的 但是假设说 对吧 咱们做一个假设 就像当年高红波带十二强赛一样 如果接下来李铁 下一场打越南还输了 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如果说打越南遭遇了三连败 那么你前面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算了 如果打越南你还输 那么真的届时还有退路吗 对吧 打越南如果输了 所以下一场 是吧 又打沙特 沙特这支球队目前可是两连胜啊 他们跟澳大利亚并列小组第一 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 完全不弱于日本和澳大利亚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吃到四连败了 那么如果咱们做一个假设 真的吃到四连败的话 或许谁都很难继续让李铁 继续担任这个国足的主教练了吧 这对于足协来说 对于国足来说 我们确实需要考虑一个 离铁潜在的一个备胎的教练 那么这个备胎的教练是谁 或许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目前来看 足协也必须要将这件事情提上日程 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 当然了我们肯定朝着一个最好的方向去努力 但是最坏的打算 你也要提前有这样一个后手 那么同样我们知道 在国足与日本的这场比赛的现场 来了一个神秘嘉宾 谁呢 就是前英超阿斯纳队的功勋教父 是吧 前英超的名帅温格 温格呢 目前他的职位是国际足联的发展总监 而他来观摩这场 十余赛十二强赛 国足与日本的比赛 确实有些耐人寻味 那么很多学们就问了 温格有没有可能成为国足的主教练呢 其实目前来看 短时间之内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未来 谁又能说的好呢 对吧 谁又知道这一次 他是偶然呢 还是未来的一种必然呢 对吧 这都是不好说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不敢对于任何一件事情 打百分之百的保票 但是有一个细节 大家要注意 那就是在这一次 温格来现场观战的时候 一次在他的身后 还做了两名中国男子 如果说这两名中国男子 跟温格真的有什么联系的话 那么或许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对吧 这个时候他身边陪同的 应该是国际足联的相关的官员 才对啊 那么如果说他身边陪同的是 两名中国的男子的话 那么这两位中国男子 又是不是咱们中国那些球探 或者说经纪人之类的呢 这或许也需要等待专业人士 给揭晓这档答案 虽说啊 这确实有着特别多未知的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起码我们通过种种的迹象来看的话 其实啊 温格此次来观战国足的比赛 确实有些耐人寻味 也确实不同寻常 当然未来我们国足 不管是否换帅 不管是否能够请到一些大盘教练来执教 还是说继续让李铁执教下去 我们都希望国足未来能够早日的找回我们的状态 能够走上正轨 争取呢 在剩余的12强赛中 是吧 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杖 因为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我们打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这一切都会柳暗化明 但是一旦打不进世界杯 那么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我们也祝福国足好运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来收到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啊 天真没精 聊短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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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